這一點來說 我是有想到 那因為我現在正在 也像王毅護理長 正在推 安寧 居家安寧 這部分 居家安寧 安寧林中 那 我這邊我也會在擠 因為我擠著我在守護的 整座山可能 什麼時候會不見 就是整座山會被買掉 砍乾淨 那跟家裡的長輩隨時會離開 差不多就是有一種 倒數計時 你明知道倒數計時 可是多快完成 不知道 會很緊張 但是沒辦法處理 那我最近才想通 開始把我的事情 怎麼撒開來 請大家一起來幫忙 那 那 請記者來 有請記者 或是說自己行政公民記者的話 是一個事情 可是大家常常會問我們說 我現在看到這個訊息 那後面呢 下一則訊息 大家都在問那下一則訊息是什麼 隔天 今天聽到一個不錯的演講 那這演講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後續 或什麼 當大家真的想追妳的時候 我自己準備好沒有 這是我在前一陣子 這兩個月我學習最大的事情 我準備好一點 我寫了這個新聞 可是這個新聞我承受得了嗎 因為我並不是一個寫新聞的人 只是寫完就不關我的事 可是寫了這個事 我能不能自己去運作能不能承受 那 所以現在我會比較需要的 反而是說 那我去找一群真正的智庫 共同的智庫來想辦法運作 所以我現在 最近一直在找 已經凝聚一群人共同在想 簡單來說是 土利原住民 土利原住民的想法 你怎麼指定土利這些人 指定的給 讓這些人活下去 讓他們在山上活下去 因為他們在山上活下去 那就換我們紅皮下去 很簡單 因為那個整座山就被砍掉了 那那個都是很驚人的事情 可是你 讓我自己壓制滑水來不及了 所以今天老師提出公民智庫 老師說 明海大哥也提出他有一些想法很好 那我很期望說 那我們什麼時候開始來準備 怎麼開始來進行公民智庫 那今天我 我最近一陣子 松菸的事情 大家也聽了許多 什麼砍樹啊 幹嘛很多 可是有位長輩跟我提出另外的想法 如果 除了抗爭以外 你能做什麼 如果今天松菸還沒開始砍 你已經知道他就要砍了 你能做什麼 你能不能做點什麼 不是只是發新聞放我點我 你能不能做什麼 真的能夠做什麼 而不是只是那邊喊喊 那那個松菸他提出有一點 我們是不是主動來承包政府的移速工程 那請政府給我們權利 我們移植到政府給我們的地點 當然是我們選過覺得不錯地點 但我們去取 怎麼去取得這一點 不然我們只有一直罵 整個郵程都好了 然後最後那個公司都做得很爛 然後移速等於是砍樹 那我們講新聞講了 好啦 政府說他已經轉嫁給廖振州處理 然後他很爛 就謝謝再聯絡了 你也拿他沒辦法 所以這也是我 原本工作多年之後 決定自己做原則別的事物原因 因為很清楚啊 交給廖振州那個叫爛 然後他已經交代完了 然後樹已經砍了 你要怎麼樣 欸樹都砍了啊 拿木頭去燒嗎 已經超出我們想成賀的 已經超出我們想能夠成賀的負擔了 所以我現在在很急的在 已經凝聚一群智窟 那我現在在想是 我們怎麼真的凝聚這一群智窟來 真的有做事情 對大家報告一件事情 在信賢 烏來的信賢總子國小 總子學院 很多年了 大家可能都聽過體制外教學的 那個學校已經被要求要趕走了 請他隨時離開 請他隨時離開 那個校長只有網路上噴了一陣子 然後他可能那個文章也撤掉了 為什麼要離開 因為政府說請他離開 那個學校不借給他了 不借給他做什麼 要蓋污水處理場 那裡才幾隻鳥人需要什麼污水處理場 就是要把他趕走 然後把我在守護來守護整座山 財團把整座山採平 我不管怎麼採 我怎麼建設 總之我點滴污水都不會流到 我們喝的水 那一般的 欸我的水沒有被影響 沒有我的事沒有我的事 所以大家都不會care 那類似像這樣的事 類似像安寧的照護 我們都有一些小照護的事 類似華光 類似什麼 那我們 請問我們發了文章之後 我們怎麼後續要完成 所以 真的能不能夠有智庫 我想的智庫 不是只是發出消息增加影響力 而是怎麼真的從 真的把它完成 我們許多人都想要做事 可是真的把它完成 不是只是交給個廖正之後 拿到的版案 然後你最後的希望交給他了 可是有主導權不在自己手上 這是我現在 腦袋正在想的方法 因為我現在也串聯了好多人 為了整座山 我把主婦聯盟的主要顧問 鄭正永老師林碧嘉老師 挖出來了 不用錢都搖出來 然後呢 潘樹人整個團隊挖出來了 然後呢 那需要志工 把那個親子共學 整團都挖出來 欸 死小孩工 大人工 用力不用不用怕 那需要的 需要生態調查 我把科博館 把 你把 科生中心的專家抓出來 免費抓出來 然後呢 人手把荒野保護協會等等 各個保育協會的人都拉出來了 你有認識很多年 叫了動 都弄了 好 可是我發現 我沒有那麼大的力量去 你去 所以我現在還在想 那我們一樣啊 那我們個別去找了這些能力 我們怎麼真的去把它揮成起來 不然的話 我們只是炸完了 然後呢 只是分類 然後明天再留另外一場 對 這是我在思考 所以如果有可能 真的進入公民事務 真的難過運作 或是只是影響 那這是我最想要做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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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老實講這個道理 我覺得很沉痛 因為確實 一桌山可能就不見了 可是我們可能一半人都不知道 所以其實怎麼樣 媒體的一個最大職責 就在這裡 他怎麼讓人家知道 第一個 你剛剛講的是說 很多是公民記者 其實常常跟行動 是比較界線比較模糊 公民記者不像 我們一般所謂專業記者 專業記者就認為說 我是在旁觀子 我不能涉入你 我只能報導 可是公民記者其實是可以的 這部分的 因為沒有一個明確定 而且我不用替誰負責 不用幫老闆不負責啊 沒有替誰負責 我報導 你想不相信 重點是我 長期的累積的心靈 想不相信 跟我還是可以參與行動 但是我覺得剛剛講的 公民記者的概念 其實在這裡 我們就要去想的是說 確實不只是新聞報導 而是說 你剛剛講那個想法 其實這是一個想法不錯啊 就是說 假設是由 坎術 是由一個 我們在公民團體來承包 這是一個想法 但我們不是說 這想法就完全對喔 但公民智庫 這網路最好的地方在哪裡 大家可以提出不同想法 就找到一個可能是 這才是最好的 例如說 我可能會覺得說 如果真的你去承包啊 可能你災難就很大 因為 萬一承包有問題就是 政府剛好就把責任都給你 這可能是一個 剛好就是下次看誰來承包 只有 第一個承包這個 你就是讓你有問題的時候 讓你搞不好你來吃官司 或賠錢等等的 然後 然後 到時候就沒有人敢承包 我是覺得比較好 我自己啊 認為他有別的方法是什麼 公民來監督砍樹 來移樹 來做砍樹 就是說我們 這是修法 像我們這個 林女士她做的那個 智庫就知道了 其實很多智庫的 她會提出一些建議 想法去 例如說幫我修法 例如說 我就假設我在市政谷裡面 她本來就有一個 保護什麼樹的一個基地 裡面多一個東西說 以後移樹的時候 需要由 護術團體 或護術團體 做監工 或是說她 來監督她的過程 這樣 你就不用那麼大責任 但是你又可以 因為 移樹也是一個專業 但是我們環保館體 有這個專業的 這個概念 那監督她 好如果有問題 馬上就會舉報 那是不是可以 就 達到你不會責任那麼大 然後你又可以讓她 比較完美 這是一個想法 但是我覺得 重點是智庫 如果有一個公民智庫 就是可以集合 各種的小法 然後把它互助實施 那我覺得 第一個 我們講新聞很多事件 就是這樣 先揭露 揭露之後就變成 大家怎麼去討論 怎麼辦 怎麼處理 你剛剛那個做法其實很好 就是說我找很多人 問我環保團體來 怎麼去處理 可是還有一個方法是說 你要不要多找 更多不同性主的人 來 來 你這個團隊我剛才講一個 無組織的組織對不對 其實你這個就是一個 小型的一個做法 我找不同的 有環保團體的人 或者找一個媒體 主流媒體的一個記者 或環保團 就是網路媒體的記者 或風明的記者 還有找一個什麼 可能哪方面法律專家 來做 你可能會討論一個 比較周詳的一個 行動的方法 而且 在討論過程中 這些參與的媒體 他就已經知道大概 你的重點是 他報早的時候 就已經有依據 所以我們在 這個活動的過程中 我已經建立了 我的未來媒體的通路 或是他可能 出現的方式 也透過這個開會 過送金 大概完成基礎 而且你也知道 法律上可以怎麼 採取行動 那你可以具體的做什麼 我覺得我們每一個 都可以用這種方式 來串臉 你的行動 那這樣的話 我覺得 就會比較 你不會那麼累 因為這部分是大家 一起來共同參與 大家來分工 逃完之後 大家都各自把 大家因為共同目標 都要做 所以我們都阻擋 這個山被砍掉 就這樣啊 我們總要讓一座山 不要消失 然後就開始 各種層面去處理 然後開始沒什麼 就注意到 然後呢 很重要一點 很多 你剛剛講的 情況是怎樣 報早之後就沒有 記者就報早完 就跟我不關了 甚至呢 結束之後 就表示抗爭 就說我們抗爭了 抗爭就結束了 所以我們要創造什麼 創造新聞 記者 繼續報導的平常 大普事件如果不是 很多都大暴龍 報導很風 確實 可是如果 報導完結束 其他媒體會跟進 沒有 那為什麼後來媒體一直跟進呢 他不是一下就跟進喔 是因為 那時候有龍村陣線 台灣龍村陣線 他就開始幫他們辦很多記者會 辦活動 所以記者變成就要繼續報導 他有開記者會就採訪 他有事件發生 甚至他做很多事情 很多事件讓他繼續發生 發生 記者就覺得這不是 就有新的信用 他就繼續報導 一直報導他就會累積 那個能量 就變得越來越大 後來整個推翻了政策 這是有 我有一個另外研究就是說 公民新聞是要跟在地居民 跟一個專業的環保團體 或攝影團體合作 在地居民要堅持 譬如說原住民是在地居民 他怎麼樣 他自己要站出來 如果他們都不站出來講話 別人怎麼幫他 他站出來之後 另外有一個團體 像是一個團體 就協助你規劃一些議題 住宅怎麼繼續發酵 然後讓媒體被報導 報導之後 會產生良性的循環 到最後影響到官員的決策 讓政府決策 他因此而害怕 甚至會在選舉的時候 要利用選舉的過程 就是接近選舉的時候 讓他知道這個選票一定會不見 施壓民意代表 幫你講話等等 我們要善用所有這種的 民主政治上會用到的工具 如果我們其實如果懂得善用的話 常常我們都公民是有力量的 就有辦法去改變這些決策 就回應一下廖老師的這個說法 我們現在時間應該差不多了 沒有我們到10點 那你這樣 沒有沒有 你給我摔一下那個 好 我來 謝謝 謝謝